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香港应引入转弹法 今天正方的代表是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反方代表蓝田圣保禄中学 接着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主辩 陈泳鱼同学 一副 胡善儿同学 二副 盐俊杰同学 杰辩 李维朗同学 接着蓝田圣保禄中学的代表 主辩 盐泳妍同学 一副 郭卓尼同学 二副 周清怡同学 最后结辩是文森园同学 接着我们很高兴介绍今天三位评判 第一位是香港华人书院 中文辩论队教练吴家豪先生 第二位是保良局 赛继友学校辩论队助教 朱家豪先生 最后是本人 前香港中文大学辩论员 最后是结辩 总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基本上是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有叮一响的提示 超市十五秒会有三响的 会扣分 详细赛官之前是发布了给各参赛学校 有没有特别问题想釐清? 如果没有的话 一会关于超市那里的计法 理论上的钟声是这样的 我相信现在是听到了 但是大家明白了 在你们发言的时候 钟声Zoom 那么极大多数的情况都会吃了钟声 所以我有人会在镜头前摆出一只手指 代表一下钟声 我会大约举五秒钟左右 去到两叮的时候 我会举起两只手指 去到叮叮 就是超市十五秒的时候 它会叮叮叮叮叮 那我就会举起整只手掌 在镜头前应该也是看到的 每个动作我会维持五秒左右 大家记住你是有责任自己留意 如果你又听不到钟声 在我举起那只手指五秒的情况之下 你都没有维意的话 这是你个人的责任 我们是照计你超时等等的分数 请问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如果没有 因为我在WhatsApp 我看清楚 赛务群有没有特别的情况 多给10秒 好 没有特别的情况 现在正式开始了 好 现在有请正方主辩 好 请你开 试米试米 请问听得清楚 好 听得清楚的 现在可以开始 咦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转弹是指在电子游戏中 透过虚拟抽奖 或战令开箱 令玩家提升战斗力 玩家在游戏界面内 致富现金 获取随机的 虚拟游戏物品或服务 台湾经济部 在去年12月 讨论转弹化时指出 全球各国针对转弹商品的规范不一 有国家认定转弹为 赌博商品直接禁止 有国家透过公平交易机构監管 也有类似日本警粉法将 转弹机律公开 并限制玩家大幅货金的行为 故此转弹法的形式各议 本港应因自身 需要适调相关的法例 我方长而参考日本及美国的相关法律 引入转弹法 当中包括以下要求 一 游戏开发商必须公布 转弹机律 消委会定期派人核数 二 严格禁止贩卖冷却时间 直接获得优势等道具 三 18岁以下人士禁止参与 游戏内的电弹部分 贫量变体制要审视转弹法 能否保障游戏公平性 避免大量货金 我方 引入相关法例 之后有以下两大的转变 第一 确保游戏公平性 为及迈迈双方 全球手机游戏主要下载平台 谷歌及苹果分别 在17和19年规定 上阶游戏必须明确显示 转弹及开箱等随机 副款道具的取得机率 然而微软、索尼互动、娱乐等大型平台 并未加入相关的原则 引入转弹 一方面能涵盖各大游戏平台 另一方面能保障本地玩家 台湾游戏制作人任务强 就说 没有玩家会希望自己投入游戏的钱 等下水 玩家见到期望值的话 心里会比较有底 同时要求开发商公布机率 并定期核实 对于游戏开发商 仍然都是一种保护 将机率透明化之后 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构分 短弹法之下 玩家仍然可以购买外观的造型 装饰等道具 但会严格禁止败卖冷却时间 直接获得优势等 货金优势道具 方向不单止能够提升 玩家和游戏相间的互相 同时可以避免 同时可以避免货金玩家的垂断 令游戏玩家透过实力提升战斗力 以免这个出现不公的情况 改善现时游戏的扭曲心态 第二 保护未成年人 避免过做阳城赌博的心态 英国博彩委员会 一份报告中提到应避免 应避免令儿童在年龄时 接触到赌博的行为 本地界岛机构路德会 清兵中心的主任周雅仍也指出 儿童和青少年甚至尚未成熟 如果过了接触赌博 会增加对赌博行为的接收程度 北区青年商会货金控工作筹委会 在早年建议政府 研究限制16岁或以下玩家 不能够购买具 抽奖元素的转弹、抽卡道具 引入美国对转弹的规定 不单只可以避免青少年 在手机游戏上过渡消费只欠债累累 更加可以令年轻人 不会过渡接触赌博 最后想问有方的是 如果不引入相关的法律 游戏开发商不公开抽象机率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呢? 多谢各位 3分52秒没有超时 接下来是轮到反方主辩 你都是有4分钟时间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听得清楚的 那现在准备好就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助助各位 大家好 转弹法是否有必要实行 就是视乎转弹法 是否令游戏市场平均质数降低 我分反对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政策性质重复 法例嫁藏叠屋 今天审视变题 还要看现行框架下 有没有办法提供足够保障 而引入转弹法目的 最主要就是保障坏家 面秀游戏藏商的虚解宣传誤道 但事实上 香港现行的商品说明条例 已经足以保障到 条例是清楚列明 禁止商家在交易过程中 以任何形式 不论是范围或数量 都不能作出直接或间接商品的虚假说明 误到或提供不完整资料 包括游戏、平台内的代币、虚拟道具等 否则质属违法 一警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和监禁五年 难怪台湾经济报 工业局副会长陈佩利都说 现有政策就已经足以保障滑家权益 究竟由方方浪比现方有什么不同?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价床跌屋浪费公币? 第二 法律毫无成效 干预游戏 审视现方 香港很多人玩的游戏 例如传说、对决 皇室战争都没有公布抽象机率 都没有尤方口中所说的虚假宣传 第一 一样会有玩家参加 可见玩家不是因为游戏公司公布机率才去抽奖 难怪香港游戏公司C4Cat创办 兼行政总裁曾家俊都说 公开机率与否对玩家影响不大 甚至玩家更着重抽不抽到自己的心头号 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 只要不损害玩家的利益 不是成份奖品没有回馈给大家 游戏商都有权选择是否披露虚拟抽奖的机率 有封强行要求游戏商公开抽奖机率 便想加入他们的业务 甚至英国鱼体院 软体协会限制游戏设计的自由 令香港的高质素游戏減少 玩家利益受损 硬件玩家对转弹法无需求 莫言立法干预游戏市场 游戏是否想打破月游的稳定呢 最后想问游戏 六合彩都很难中 若然今天游戏坚持引入转弹法 那是否要马会自行设计一个新的六合彩 让马会可以自行控制中奖机率 并且要公开码 这样游戏才会最开心呢 谢谢各位 3分12秒没有超时 接下来是轮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首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的主便同学发问 一分钟发问完 主便可以与队友商讨一分钟 之后主便要亲自回答一分钟 接下来就正反倒转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特别问题的话 现在首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请开咪示意 是 正方 今天我方的轉彈法除了保障玩家的權益外 也說青少年不可以參與賭博的轉彈活動 同時也要去規範遊戲市場的風氣 說不可以透過買強力的裝備 從短期獲得過高的凌價性優勢 請問有方同學你們所說的商品說明條例 如何能夠限制這些效果 多謝各位 接下來有一分鐘反方預備 並且 презенты 為何的開支 並且在資格上 按照舉融 5 请问现在哪位同学会回答,反方主辩 你现在可以开始 首先多谢右方的提问 但其实监管青少年方面,外国,例如美国,日本,比利时,禁止青少年都是纳入赌博法,而不是转胆法 右方如果想要监管青少年,应该就运用现有的赌博条例 加上民政事务处不说要监管青少年,都不是立新法,而是用教育指导他们,不是纳入新法转胆法 多谢各位 好,接下来轮到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向正方主辩提问 反方主辩提问 好,你有一分钟时间可以开始 咦? 继续各位,我方今天见到不少网络游戏的抽奖都存在虚假机率的问题 并会逐步降低还家的中奖机率 还家抽中一次欺人物品后就会逐步降低中奖机率 有使还家货金 换言之,机率逐步抽奖和宣传所说的又出入 但日本实行了警笨法后,有金额限制 最多5万日元就可以一定换到货物 最后想问一下邮方同学,如果不引入转胆法 邮方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保证商业不写虚假机率 多谢各位 好,一分钟准备 二分钟准备 第二失生 2分钟 buenos 7分钟准备 8分钟准备 集 nuestra忆부모传所 Clementent 解 Slim 好,正方主便请你回答 是 好,我要等我叮一声的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刚刚友方都承认了 游戏公司是会有作家的成份 我们是要叫他们公开的机率 也是一个很明示的选择 加上怎样可以 准确地检测到这个机率是真的 我们可以派我们的销委会去检测 叫他们去派一些独立的机构 去做匿名的实验 去计算这个次数 看看这个机率是否真的符合它所公布的 例如他说三个巴仙会中 即是一百抽中 至少他会中三次 多谢各位 接着回到一库的环节 现在请正方一库 请问听得清楚 好,听得清楚的 你有三分钟时间可以开始 咦? 还有各位 今天有方问是否什么都要监管 绿合彩那些是因为它难中 所以我们都要监管 但其实有方承认了 网上是由我方所提出的问题 就好像 网上抽奖很难中 就算公布了机率 也有造假的问题 所以才要引入转弹法 以及加热消卫会的监管 其实有方是看不到 有多少人好像在网上抽奖 难中 但是他们扔了很多钱进去抽奖 所以在现实层面上 在游戏上 我们更加要落实转弹法 去一步步规管 我方主便问 如果没有法例 可以如何解决 儿童过早折的问题 以及如何保障游戏的公平性 有方就无视到 他们就说可以修订赌博条例去解决 但其实既然可以修订赌博条例去解决 有方都同意 现在香港是有这么多问题存在的 只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三条条例去解决 不过其实赌博条例的真正解决是什么 不是解决 不可以完全解决我方所提出的问题 而且是为了解决非法赌博的问题 所以是货不对版的 是不符合的 现时我们还要解决到 儿童过早沉迷和游戏公平性的问题 其实今天 有方看不到引入法律的必要性 我方说游戏有不公平的情况 你有钱可以买屈机的装备 甚至成为特别的玩家 给其他人多几条命 简单来说就是在制造不公平 所以所有这些凌价性的优势产品 都不应该由游戏商开发商提供 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透过自己的实力去赢 令整个虚拟竞赛的生态改变 翻查报告内 16年至2021年5月期间 海关共接获30宗和虚拟抽奖功能相关的投诉 同期在消费会也接获了有关电子游戏的投诉 可惜现时是没有清晰的法例去处理的 所以消费会也清晰地提出 希望香港政府应该参考台湾、日本所提出的做法 规定营运商必须公布和程序一致的中奖机率 或警告形式告知玩家参与活动 不等于可以得到有关的礼品 等消费者自行判断中奖机率和投入资金是否值得 这点上有方一直在说 不知道用什么规管 就算公布了机率也可能是假的 我刚刚已经回答了 其实真的可以用消费会去匿名查询 或者自己在这里检测 因为它有这种功能和能力存在 因此参考不同地方引入转弹法的条例 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等的条例 香港引入法例不单可以保障玩家权益和游戏公平 甚至公布机率后对于开发商也是一个保障 它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投诉 还可以增加和玩家之间的信誉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既然转弹法可以解决以上 可能是三种问题 例如是游戏公平性和儿童沉迷賭博 另外还有其他问题 解决这么多问题的前提客 而且也可以让游戏开发商 可以解决很多不必的投诉 多谢各位 3分18秒 超时3秒 我刚才肯定自己有举手指 所以请每位评判在扣分中打个五字就可以了 不需要打减号 不需要打减号 你又关了个麦克服 还有你让我说开始之后 叮了声 你再开个麦克服 我看现在你的麦克服好像关掉了 是 是麦克服 OK了 现在可以开始 咦 主席 评判着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和我方说 现在网上游戏 没有公布机率就很难抽中 但其实公布了机率之后 依然是难中的 只不过公布了多一个机率 所以到底转弹法有什么帮助 麻烦有方论证清楚 还有我方呢 有方搞清楚 我方现在不是说修改条例 而是现行法来已经帮到手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和我方说 现在有消委会的第三方监察 但在香港游戏的外国代理商高达八成 台湾经济部也曾经说过 当游戏代理商的机率高 如果强制实行第三方监察的话 游戏公司为了逃避法例 会终止代理 再由境外直接跨境营运 可见其实游戏公司可以依然去逃避法例 所以成效又如何彰显呢 有方说要三方介入 台湾资公大文定博首都指出 有不少的第三方监察手法 以及问题 例如如何拷取这些电池记录 谁验证 如何验证 这些记录有的争议等等 还有成本价值的参考 有方同学今天一句说 消委会做完 但事实上这些技术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技术和资源呢 一转弹发立日 转弹发立日 分分钟影响商家权益 还令到玩家 连游戏都没得玩 令现在的市场怠慢 又如何达到游方想做的事呢 然后游方又同学来到一副位置 不难发现 其实游方同学赞同变题 都是基于几点 第一 有方说要保障这些权益 公平性 但其实玩家本身就知道 本身就没有公布机率 他们知道了之后依然可以选择抽不抽奖 既然他们明知没有机率 继续抽的话 那这个不就是他们自己个人的选择 加上我方主编都说 那些玩家不会因为没有机率而去选择不抽奖 而是想得到心仪角色而继续課金 我方现在说 见到第五人格 单单和这些抽奖游戏都没有公布机率 依然有很多玩家玩物 甚至好评不断 而有方所说的误度机率本身就是属于犯法 所以自然应该由香港的商品说明条例监管 而且我方主编都说 现行法例写得清清楚楚 足以监管这个问题 所以转弹法只不过多次一举 就要劳斯动众 他通过法例又要设立监管 很快大量的人力物力 又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所以其实政府的责任 不是去逼使商家公布机率 台湾消费者委员基金创始人宋文林都指出 公布机率是商家自己的权益 所以为什么可以逼迫商家公布机率就是合理呢 还是有方认为商家的权益就不需要被保障 有方认为有方认为 现在可以监管青少年 但是因为现在外国 例如美国、日本、比利时等等这些国家 禁止青少年去抽奖 都是把他们立入赌博法的 所以有方和我想监管青少年 应该是运用赌博条例 而民政事务局都和我方说 都说监管青少年不应该立新法 又用教育去引导他们 不要去接触赌博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立入转弹法 其实每个开发商 开发一个游戏的成本都很高 是的,我估计是有清楚提示的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评判 或者看得到 我肯定有做1 有做2 5的时候我提示了 这次超了很多 我照公布 如果有任何投诉 一会儿再处理 总之按我现在的记录 我额外做多了一个交叉 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完全没有在意 3分36秒 3分36秒 所以扣20分 我们先记录了 好,接着我就转到正方的第二负面 正方的第二负面 так,听得清了 好,准备好可以开始 主席評判罪各位,今天要去審視轉彈法應否立法 從三個必要性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必要性是對於青少年的層面 今天我們看到英國聖約翰大學的研究調查顯示 轉彈開箱這些活動和賭博的關係密切 所以會令人上癮、投放大量的金錢 對於在香港的法例來說 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參加賭博的行為 所以請問有方圖說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認為青少年是否應該要有一個清新的指引 告訴他們其實抽獎、轉彈等 是不應該參加賭博的行為呢? 如果我們不立法轉彈法 怎樣可以向社會釋出這個信息呢? 凡青有方圖的義父出來解答一下 第二個有方圖說 其實現在有些法例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例如我們可以修訂賭博條例 告訴青少年聽 又或者對於玩家的權益來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商品說明條例 今天我記得有方圖的主便說 我方浪費公帑 但我看到有方圖的方圖才浪費公帑 為什麼?因為有方圖看到一個問題 就收一條例 而其實我們要收這麼多條例 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不一次過透過轉彈法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呢? 第二件事 來到第二個必要性就是玩家的層面 我們看到轉彈法正正在保障玩家的權益 令他們知道抽獎的機率 提升透明度 從而避免玩家和廠商之間產生的糾紛 而有方圖今天就跟我們說 其實玩家也不在乎有沒有公佈的機率 但是有方圖我們看到的是 過往在16年到21年當中 其實有三十多宗的一些投訴 是說說例如他抽不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又或者抽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課了很多錢、用了很多錢 都是獲得不到自己心儀的東西 而這些正正就是玩家的權益 今天我們告訴他機率有多少 他就會沈重地思考 其實我要抽可能也抽不到 所以不抽 免得浪費了錢在遊戲上 有方圖這些不是保障玩家的權益是甚麼呢 所以請有方圖出來解答一下 第三件事 就是我們今天說轉彈法的立法 更加是為了保障整個遊戲的大環境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遊戲當中 只要你有錢、只要你課金 你就可以買到一些強勢的裝備 具備一個凌駕性的優勢 在網絡世界中叱測風雲 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這會嚴重地剝削其他玩家的遊戲體驗 令整個遊戲的公平性盡數喪失 想問有方圖學 在你們的立場當中 遊戲的公平性需要否去維護呢 如果要的話 請問有方圖學 你們會透過一些怎樣的方式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多謝各位 好,三分零九秒沒有超時 好,接下來是輪到反方第二副面 你也是有三分鐘時間 可以 好,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了各位 大家好 今天右方就跟外方說 現在賭博條例不好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外國全國 都是立入賭博條例的 請問有什麼問題呢 再說吧 現在賭博條 現在我們是不一定要進入賭博條例的 好像蔡馬會都說 18歲以下的人不可以進去他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相同的事情呢 右方這個看不到 然後右方今天跟我們說 有30宗抽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右方要知道那份料是說的 包括 右方知不知道裡面有多少 是真的抽獎抽不到 還有他六年之間只有30宗 請問有沒有 請問是否真的有這個必要去收法呢 然後右方又跟我們說 那些可以提升戰力的課金 我們不應該有 我方呢 問右方看到很多遊戲都有轉彈 然後很多人玩 右方是答不到的 還有右方從來都沒有提供數據 或者有多少遊戲是因為這樣 怎樣令到這個環境不公平呢 然後今天右方又跟我們說 那我們現在有第三方監察 很好的 但其實我方一副已經問右方 如果跨境營運怎麼辦呢 右方是答不到的 甚至大律師陸偉紅都指出 如果視乎棋設在海外出問題 證明不到香港一方觸發百例 就要越洋訴訟 那右方是否要寫意取難呢 所以右方公佈了機率 用處又在哪裏呢 以使公佈了機率 仍然沒有改變中獎率低的事實 更新的是 根據消委會文件 現時關於課金的問題還有退款 賠償機制緊的問題 在現金機率問題可以解決的情況下 右方是否應該放資源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而不是一直原地踏步做無謂的事情呢 今天俄方見到商品說明條例 已經可以幫到有虛假機率的 即受虛假機率欺騙的玩家 那我們現在還有什麼必要去立這條法例呢 那麼今天損害玩家利益的 又是俄方還是右方呢 右方各位 根據會計師羅兵涵永度報告指 香港電玩遊戲行業於2021年有望高達10億美元 甚至超越香港人均生產總值的升幅 而其中最大的收入就是來源至課金 而有方今天現在見到六年只有30宗個案 聽到是否真的有必要引入轉彈法呢 而有方是否要去影響香港經濟呢 有方一直都在混淆私套 遊戲行業絕對有權利的自己的賺錢方法 為什麼消費者有權利 遊戲商就沒有權利呢 不公佈機率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自己都知道自己可能會虧錢 為什麼一句不知機率就要去 握殺遊戲商賺錢的權利呢 還是有方覺得我們要去浪費公共立立一條無用的法例 是最好的呢 各位 好 2分54秒 好 接下來就輪到台下發問的環節了 這次序 正方發問一分鐘 然後反方準備一分鐘 然後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任何辯言回答一分鐘 好 然後就如此類推 總之進行兩輪 正反互問兩次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首先有請正方台下 正方台下同學 也要開一開鏡頭 台下請開鏡頭 台下請開鏡頭和開咪示意 好 好 好 看到你的 那 好 一分鐘 好 好 可以開始 再一個 今天有方的立場 認為公佈機率已經做到 所以就不需要做轉彈法 大規範風氣 避免兒童參與賭博 根本現行法律未包括 更加不明白有方 為什麼可以用台灣話 足夠的說法 論成香港已經足夠呢 再退一步說 有方說其實不公佈玩家一樣會參與遊戲 所以就不需要強迫公開 其實消費會不做任何商品保障的測試 不設立商品說明條例 市民一樣會買些產品 所以想簡單地問有方 根據你的邏輯 是否只要市民繼續肯買些產品 就不需要立法保障的消費者 多謝各位 好 反方一分鐘準備 是不是很貴重 我覺得很貴重 好 怎麼回事 我們就要來 我們就要來 運責任 呈整分了 這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呢 GM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这个问题是icas 2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你有一分钟rons Zoom 现在可以 开始 咦? 尤方要明白 變態是要政府以立法形式介入 你要心思熟慮才可以立法 尤方一句話就斷定他是賭博 是不是一定對呢? 要知道網上開而抽獎的做法 和現實中賣獎券等等的抽獎形式不同 獎券是你會有機會什麼都抽不到 但是現時遊戲裡面的抽卡開箱 一定會抽到獎品 只是抽到什麼獎是不固定的 像台灣民進黨立委何志偉這樣說 這種概念相當於直接販賣 不是抽獎 不稱得上是賭博 如果有方一句他是幸運 會有機率就等同是賭博的話 那是不是文句譜 外面帶一下波 他冒險樂園地下彩虹 是不是都應該要立法呢? 各位 好,一分鐘正方準備 拍攝 好,請 Roman 请正方派出一位辩议回答 各位,我们今天看看英国圣洋汉大学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转弹开箱这些活动和赌博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所以请问有方和我,今天你反问我们,这些根本不是赌博 你们的立论从何而来,是哪一份报告告诉你们呢? 有方和退而求其次问我们,是不是所有转弹机率游戏都要监管呢? 但其实第一件事,有方和我自己都知道原来现实当中真的有这个问题 玩家的权益是有受到侵害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去做一些去保障的 所以其实双方有一个共识就是要采取这些方式去做 而哪些游戏有需要做,哪些不用,其实很容易想 例如一些会令人不断货金抽奖,令人上瘾的就要去做 例如我刚才自己都会说,我付了很多钱,我都是抽不到,那我就继续抽 这些就是应该去做 而大富翁、三国省、甚至你的学校 聖诞联欢抽礼物这些机率性的问题 都是一些短时间的,那就可以不做了 多谢各位 接着第二轮台下发文,请正方台下派出一位 是,在这里 好,那你可以开始 咦? 各位,今天有方在台上发文的时候已经承认了游戏商是有不实的行为 承认要立法 还问我们六合彩都没有公布的机率 但事实上马会已经公布了 中长、头长的六合彩机率是一千三百万分之一 如果马会不符合这个机制的话 那就会有法律去跟进 我方从来都没有说过要增加抽中的机率 只是游戏商要符合机率保障消费者 有方认为检验方法很难 所以就不应该引入这个转弹法 所以反问反方 全球各国都可以验证到 那香港有些什么独特性是没有得验证的呢? 多谢 好,一分钟反方准备 好,一分钟反方同 谢谢观看 好,够钟,请派代表回答,反方 反方,请问哪位回答? 义父 好,义父见到,好,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持评判卓卓哥,大家好 刚才多谢友方的提问 今天我们承认了有不实行为 没错,所以商品项目条例就帮到你们 现在又跟我们说马会公布了机率 但是这个机率不是马会公布,是民间计出来的 因为马会的六合彩是有这么多数字 你要计算出来很容易 但是你虚拟抽奖不一样的 你虚拟抽奖的话你是要 他那个是抽完出来之后 他还在,所以机率是计不了的 接着友方今天又跟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参考外国 但是问题是现在外国,例如日本 美国,没有人是做第三方验证的 接着友方今天全场是从来没有回应过 我方和你们说厂商的权利会受摩托 为什么玩家权益有,商家就不可以有权益呢? 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去赚钱呢?多谢各位 好,刚刚好一分钟 接着就是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4米,4米 好,看到 好,开始 各位好,友方今天跟我们说六年只有20宗投诉 究竟需要性有多大,友方论制不了 就算真是担心机率的真意 我方见到现在已经商品说明条例可以确保 而未公布机率的游戏箱 我方见到香港游戏产业会副主席 但是汉杰都说 玩家不会因为机率公布与否而去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 所以友方今天有什么必要性去强制游戏箱去公布机率呢? 北京市东卫律师王新宇都说 应该要赋予游戏箱创作自由的权利 友方今天将这些游戏箱广进杀绝 逼迫他们一定要公布全部机率 甚至会有游戏箱因此退出香港市场 既然现行法例已经可以解决到友方口中的问题 究竟有什么必要性去要求所有游戏箱公布机率 甚至要剥削他们的创作自由权利 而去立一条审法呢?多谢各位 好,一分钟,警方预备 对 好 感谢观看 好,够钟,请正方,派出便员回答 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楚吗 清楚的,请你可以开始 各位,今天游方就问了,转弹化需要性有多大呢? 机率公布有没有用呢? 但事实上谷歌和苹果早就公布了机率 而他们公布机率的原意就是为了保障游戏玩家的权益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公布机率呢? 而且今天游方就说,公布机率会压杀游戏的空间 但我们这方只是为了公布机率,让玩家一个心安 而不让他们玩游戏 其实是不会剝削公司的自由 其实公司也有权益 也要保障玩家 今天游方全场就说,清智完问题 我们就用教育基率的误导 我们就用商品及说明条例去解决 还可以用赌博条例去解决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一个问题加一个条例 那么多个问题就用那么多个条例去解决 其实用的钱究竟是否少过转弹化呢? 其实对于所有的问题,有方都只是拆开解决 分批分批去解决这个 但其实他没有统一性去解决所有问题 谢谢各位 好,接着一分钟,双方结列准备 总结 一分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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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看 一分钟准备 好,接着27点 联系 老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由反方結念首先開始 請你開麥克風準備 試麥克風 好, 見到的 那你有4分鐘時間, 現在可以開始 評判座座, 各位大家好 有方全場都說立法可以監管清少年 但有方一、二、虎都已經說了 愛國、美國、日本、比利市都禁止他們 而且是立日賭博法例 如果有方想監管清少年 應該運用現有的賭博條例 那你們又說需要用很多人力資源 但我們現在是加入, 我們不是立一條新的法律 其實說到尾, 有方全場都覺得 遊戲商家就是沖著整個遊戲世界的幕後黑手 他們往往是為了錢, 一心希望玩家賭錢落海 而精深設的一個世紀大騙局 但有方是否覺得那些玩家需要權益 遊戲商家就完全不需要呢? 遊戲商家作為一個創作者 是否應該要有自己的創作自由度呢? 有方又可不可以尊重他們呢? 其實在現實世界那邊, 非核即白, 遊戲世界同樣道理 只會分為兩種玩家 第一種就是那些不會為遊戲奉上金錢的人 說起賭博, 我們經常會聽老一輩說 實際點啦, 找回工作 不要經常異散天開, 覺得自己會中六合彩 世界上還有一些人乖乖聽話 不課金, 不沉迷 而第二種就是那些不聽老人言 會為遊戲奉上金錢的人 如果有方公佈了中獎的機率 反而會給他們消費者 希望, 覺得自己下一局一定會中 相信幸運總會降臨 終有一天可以抽到 就好像在一個無盡頭的沙漠上行走 不知道到何時才到終點呢? 最後終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因為課金令自己負債 甚至自殺的案例被避皆屍 一位小學校長為得到更多金錢去課金 更加不責手段 以入股名言, 詐騙家長和朋友數十人的投資 所以, 詐騙今天高達6千萬元 原來他用這筆錢是用來課金內地人氣網友 大堂蒙雙到 即資 但是到了最後, 越來越多投資者 是向主人工去追逃回活 但誰知道發現 他早已拋敷棄置, 離家出走 還會發現原來神早已跌入了詐騙陷阱 事情持續惡化 主人工最後被發現 因為怕被發而去自殺 其實今天實行轉彈法 不是要公佈的機率 不是公佈了機率 成功率就會突然上升 也不是可以阻止到 玩家想要中獎的心理 令玩家少了些錢 所以今天有方說的轉彈法 究竟可以改善些什麽呢? 相信在各位 都是有一個大大的黑入問號 相反, 右方現在正在助長 他們賭錢落海 當時的嚴味之急 就是需要市民培養出正確的消費觀念 就算今天轉彈法存在 反而會令更多人 含入變化比率增強的模式當中 玩家從抽獎中贏得稀有的獎品 而跌入一個強制的循環中 令抽獎輸了更多的錢 反而會加倍投入金錢 以期望最後可以翻盤 賭博風氣過度消費的情況 只會愈演愈烈 沒辦法培養一個理性的消費觀念 那右方今天又好聲聲說 可以令到遊戲代理商的騙局消失 但我們先看看 可以消失的前提是要第三方驗證 這樣才有效地實行 我方一二虎都跟你說了 強制規定他們接受第三方檢測 只會令到遊戲代理商 為了規避法令規範 離開香港市場 而規本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我們的前提就不成立 所以所謂的防止遊戲代理商公佈虛假機率 保障玩家權益 保護青少年 根本就做不到 這個方案根本就不是有方說得那麼好 有方說一個騙局消失 原來只是一個世紀大騙局 這是一個局中局 所以今天有方所說的效果根本做不到 反而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有方擔心會顯示一些虛假的機率 但我方跟你說 商品說明條已經可以虧本 還是有方覺得今天罰賣錢 配合監都不夠呢? 為什麼我方今天會這麼堅持這個轉蛋法實行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麼堅持不准轉蛋法實行呢? 是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法例已經可以解決 有方今天再去立一條新的法例 簡直是多次一隊 現在立一條法 就好像說的這麼簡單 又浪費很多資源 有方又何必至吐腐氣呢? 各位 好,4分10秒 沒有超時 好,現在有請今天最後一位法言辯言 就是政方傑辯 是嗎?是嗎?是嗎?聽到嗎? 好,OK,現在可以開始 咦?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 打機大概是這一代年輕人最喜歡做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享受的是打機的過程 還是勝利的結果呢? 很多人以為我們追求的是勝利的快感 於是課金買裝備買道具 但這樣是不是 享受到當中的樂趣呢? 最重要的是 面對著這一群課金的玩家 你是不是又輸得甘心呢? 事話上下 這一場辯論比賽 如果我們抽到三位評判 披夾上陣 就算輕鬆 贏到3-0 我們又是否贏得開心呢? 有方又是否輸得甘心呢? 當我們在現實世界追求規則 例如辯論比賽有賽歸 不可以帶資料上台 台上邊緣 不可以跟台下溝通 而是要贏得光明綠落 所以只可以 改善記不如人的時候 為什麼 當競技放在網上 就會變得好像遊戲一樣 可以任由不公的情況發生呢? 總結全場 我們看清楚有方 我們可以看清楚有方 對引入轉彈法的態度 到底有什麼問題 有方其實承認了 如果電話製作商沒有公佈遊戲 轉彈機率 或者公開了 但未能旅行承諾 可見是有必要引入轉彈法 當世界各國都訂立 屬於自己國家的轉彈法 香港為什麼可以獨善其身呢? 公佈2018年全球電話報告 發言近一半的香港玩家每天 玩網上或者手機遊戲 比全球三成都高出足足的一成 怎樣可以避免遊戲玩家 和製作商的衝突相當重要 轉彈法不單止可以保障到 遊戲玩家的課金的時候 有一定機會得到自己想要的道具 定期的檢核也保障到 遊戲開發商的信用度 雙方都得到法律的保障 日本轉彈法針對設計者公開轉彈數據 避免誤導消費者 美國轉彈法則重游戲的公平 不可以透過課金達到超越不到的水平 超越不到的水平 保護兒童 免被賭博茶道的和害 有些同學沒有保障法例的必要 但是就不以為引入的轉彈法 只能處理機率問題 根本就反對不到我提出的方案 簡單找一下新聞 就已經見到很多年輕人 沉迷課金的新聞 有人更加沉迷課金 到要找家人買車填送 各位 常常都有人說 人爭如戲 戲如人爭 當中的戲不單只是一齣戲者 更加可以是一齣遊戲 連世界有太多的不開心 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不要去說去旅行 不出去吃個飯都很困難 甚至乎戰爭、死亡 都可以來大家這麼近 於是否只有遊戲成為了 我和你可以放鬆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有空可以 去運行到現實的不公 入侵遊戲世界的最後一片落土 是否虛擬世界就可以冷淡去對待 放下法律的界線 被不法之途承虛而入 甚至賭卦的意識查讀我們的下一代呢 還有各位 當然世界有無奈 和失望的延慢到游泳上 難道你們覺得可悲嗎 多謝各位 好,3分55秒 沒有超時的 好,接下來比賽告一段落 理論上我們都會馬上由評判評語 儘量節省時間 不過始終我猜有1分鐘的休息 就讓評判都要填分 我們特別要填最佳辯論員 我們的計法是額外選出的 我們不是用上面那個 就這樣去台上發言的分數 我們可以衷冠全場 看看整場的台下發問 台下答問等等的部分去比 請我們三位評伯 我們都要填那部分 最高分的就是30 我們選三個 30、20、10去處理 另外就是 朱sir,不好意思 我沒有你的電郵 在我的評估明白 沒有你的電郵 你可不可以在checkbox說聲 我可以下載你的分子 和你做一個簡單確認的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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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根据我们评判本身的次序 我猜一开始有请吴教练 有请吴教练帮忙给一些评语 我一路就会同一时间处理一下分子 谢谢 好 大家听不听到 听到了 好 明白 如果没有自出的话 都很难给你资讯 如果说反方 如果我个人会认为 你今场的主线设置是比较弱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论点是说价床店屋 原因是因为有商品说明条例 但你要知道你的论点 你这么肯定是价床店屋 但你只是举一个商品说明条例 只要对面举到一些 如果你的商品说明条例 包不了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你整个论点就废了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但这件事对面没有很清楚地指出 就是商品说明条例 只限制一些虚假说明 例如一个游戏商 说我的游戏就是 你抽无论任何角色都好 我都给你一样的机率 但原来它的机率是 一些稀有的机率是低的 它要作虚假说明 你的商品说明条例才有用 假设它游戏商 完全不做任何的说明的话 那你的商品说明条例如何介入呢 又或者如果 因为今场的政方 是它自己设计的方案 如果对面自己设计其他方案 例如它 它的方案今天包了另外两点 一就是说不准你用一些 给钱去买一些优势 令到你机率上有优势的东西 另外就是18岁以下就不可以玩 这些都是它可以 所以你一开始会预计到 对面有机会玩方案 有机会在方案设置新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论点一 禁死品就说 假装点屋 但你又完全覆盖 对面打的东西 其实去到后面的论点一 就很难打的了 所以论点一 会比较弱一点 另外反方的主线是一个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反方一方面会说 会引用一个文章 就是说玩家习惯 其实不会怎么改变 就算你公布了一个机率之后 玩家都会继续玩的了 那你没有成效 你公布来做什么 但另一方面 反方就会很担心 就是说 不可以限制一些游戏箱自由的 因为你可能要求有个法例公布机率 有些游戏箱会撤走 也就是不在香港了 转去跨境也好 切出整个市场也好 但如果用你第一个说法的逻辑 你觉得玩家习惯不会改变的话 那其实游戏箱没什么所谓 公布就公布 我公布完你照货金照赚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主线上的矛盾 就是你究竟觉得 对面条条例是有没有用的呢 有用的话 游戏箱才会撤走 如果没有用的话 那跟现在的大域环境没有分别 你就不需要做这件事 所以 这个是立场上的一些不同的 那 另外 如果说反方的话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Fraer整场比赛 整个主线的推论 是没有什么给到一个很清晰的远景 就是没有给到一个圈景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例如 你会有很多 你本身主辩稿没有包到的东西 但我感觉到就是反方突然间打 你就突然间找一个反驳 顶住 这样的想法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譬如 反方跟你说 喂 不是啊 我现在那个 青少年 就是他要禁青少年 18岁以下 不可以 不可以玩 不可以抽转弹 那你就会突然间说 喂 不是啊 你现在 赌博条例 你可以修改它 那你就包了 那你就尝试这样吃它 那或者 打到中间呢 你会突然间说 有些伺服器 原来只要游戏 将伺服器转移到海外 的话呢 跨境营运那款游戏 其实香港都无可奈何 但是这个 说法呢 其实在你的主线听不到 是突然间负面 突然间弹了一句 就是说 跨境营运呢 你失法不了 所以你的方案就无效 那先物论 究竟你负面出一个 比较新穎的论点 是否一个好事 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将跨境营运 这个比较大的东西 放在负面 很大机会 你会 提出得不够 那以致评判 不是那么听得明白 就是比如 但是这点又反方 没有质问的 就是比如我听到跨境营运 的话 我第一时间就是想 那么它最多 就是抓不到 那个游戏商 因为它可能正间公司 都不是香港 但是香港可不可以 要去强制下架的呢 可不可以说 因为你的游戏商 违反了条例 没有公布 所以就强制不准 你在香港市场营运 抢卸你市场 就是不准你在香港的 App Store 上架 可不可以这样营运 但是这些就听不到 不过 不要紧要的 因为对面没有质问 所以 就是 在分数上 不会太大反应到 那純粹就是主线的设计上 要有 几点做小心 要小心一点 那如果说回政方 就是 刚刚听到 我对于凡方 整条主线 有不同的挑剔 就是这些挑剔 正方 你应该都知道 有多少捉到 多少捉不到 如果捉不到 就是职场反应不够 所以也不会被捉分 另外说正方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如果说过战略上的考虑 你 在想个方案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你包含那些东西 是为了什么 或者你需要 什么那么重的 论定责任 例如你 论点一 你会说公平性 公平性 其实你是 提供你 方案里面的两个东西 一就是公布机率 二就是说 不让市民去买 不可以买一些东西 令到它可以 机率上升的道具 在个游戏里面 不可以买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 给后者的话 其实是 比较严重干预着 整个游戏的营运 或者市民的消费责买 就是譬如 如果我现在立刻想一个 日常生活例子 就是 譬如我小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 就是可能有些 闪卡 那些 就是卡牌游戏 那你都要去买 那有时候有一些合装 他就说 你买一个合装 你就一定会有一张 稀有卡 那其实他也是 捆绑色的消费 那也是说 你课金多了 你抽到那只东西的 机率会高了 那其实 原理是差不多 就是你给了多些钱 那你抽到那只 那只机率 就和你100% 那只稀有卡 那是不是 如果 在你的逻辑底下 你觉得 在虚拟世界 不可以做 那今天我是反方 就问你 那在现实世界 是不是这些又不可以做呢 那又或者 是不是 现实世界的 譬如买卡片 也好 扭蛋也好 甚至其实反方 我提到的 冒险录源也好 那这些全部 都是没有机率的 你扔过彩虹 都不会有机率的 然后就没有追求 那 不过台下出现 其实只剩下了 那 但我觉得 早点打 所以其实 政方也要思考一下 这条界线是怎样定 因为其实我在 政方的台下 发问都听到 政方的界线 类似就是说 看过影响 总之就是 因为现在网上游戏 有很多人货金 有很多人货金 影响很大便做 那冒险落权 少些人货金 影响没那么大便不做 但是法律本身是否可以这样 是否可以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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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它的运作模式一模一样 它所牵涉的 赌博关系都一模一样 但是 纯粹一个多些人玩 就禁了它 第二个少些人做 那就不禁了 是否可以这样 所以 对政方的话 就会是 不是很清晰 告诉我 你禁止和不禁止 那条界线是怎样的 还有 这点对面少点打你 就是 但是如果用日常生活的例子 和你打类比的话 你会怎样去 去跟我说 日常生活就不需要这样 但是你觉得 虚拟世界就这样 那 另外就是 都 都看得出 就是今场的超市问题 比较严重 那尤其是超市20秒 真的很不值 就是可能 真的那20秒 就 就 断定了那个胜局 那但是其实 我都理解的 就是 在网赛上 可能大家讲话的时候 然后呢 就 会看十份稿 那就未必会 握高头 看下 主席提示 那 那 我不知道 但是 因为我做其他比赛的评判 可能会有 PowerPoint 可能会清晰一点 那 可以 坐会之后 会不会这样好些 那 那 如果说 双方的主席设计上 就 差不多是这么多 那我给其他评判说完 那如果有什么 便位上个别评语的话 可以完结之后再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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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请 朱sir 另外我都说一声 那 都 吴教练 你可以看一下我 Gmail了你的分子 请确认 这个是你的最后评分 接着就到朱sir 好 现在可以讲评语了 谢谢 好 那我首先讲一讲 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超市问题 其实这一件事 我觉得这次 都会是一个提醒 其实大家作为辩元都不要惯着看稿 就是 就是在现实的比赛 你会看 隔了幕下评判 有点眼神接触 那 在网赛都要隔了幕下的螢幕 那就是你当我的螢幕是评判 那就是 就是 保障自己 那我不知道算不算拍得定心软 就是这次的分差 是没有因为双方的超市 改变胜负 我用了这张票 那先讲正方先 正方呢 我觉得 就是今天都很明显是 有些少少冰雄掩着 就提出了一件完全新的东西 就是说 影响平衡的道具这一件事 那在今次来讲 就是纯粹说 今次你们行这个策略 的确是成功的 但是 我也有一件事 其实我是很质疑的 就是 你们是不是真条款那么宽 这一件事 今天反方 虽然没有什么挑战 我也都不会因为这样 而说 这一件事 就是不会因为这样 而扣你们分 或者不给你们分 而 始终我今天 我不是任何赞方 所以我不应该帮他们 帮你们 但是我给完分 这一件事 我会想的一件事 是 你今天政府 其实有多大权利 以及你想有多大的权利 那 那 若然是 你真的 手管得那么宽 的话 其实是不是作弊 都要购买 就是开痴犯法 可能 而 虽然 对方都会问你一些现实的例子 虽然我觉得 扔彩虹那个 比喻 我不是很信服的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始终我觉得 扔彩虹是有少许的成分在 那我觉得 那个比喻未必拿得很准确 但是 我又给了一个概念 就是 究竟现实中 如果出现一些 类似性质的事情 你是不是都要顾问呢 那 所以我觉得今天 正方 你的主线开这一件事是 虽然策略上成功了 但是我觉得 你们是要思考 就是 如果你下次比赛是 真的完全 你起了一个这么大的战畅 一个完全 就是你拿一些利处的同事 就必然是付出的代价 你要 你要立 你要立法例 你管多一个这么大的范畴 你必然面对的争议就是 你政府有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可以去做这一件事 你应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权力 做这一件事 以及你怎么做这一件事 但是 而且正方今天呢 其实是 今天反方 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挑战 你在台上发问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什么说过 你们的执行方面 没有什么问过 但是 你们会有时候 自爆了你想怎么处理 我觉得 那些未必是很好的做法 就是 如果别人问 当然你回答 那我才会给你分 但是如果别人没有问 譬如你说 正方的 第一条台上发问 就答了 譬如3% 100抽会有3抽 那我就会想的是 你突然间爆了这个东西 我就会觉得 这一件事 你是不是真的 可以这么严格去执行 就是 是不是 是否 一样 100抽又中了5个 就要扣2个出来 100抽中了1个 就要赔2个给他 你究竟 执行的判断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始终基律 这一件事 是有幸运和不幸运之分的 那你是 自己突然间 提醒我 这一件事 就令到我会觉得 你有少少自己 爆了自己的弱点出来 那去到反方 那我先说反方的论线设计 虽然今天 正方没有什么 留言到这个位置 但是 我是有因为这一件事 而对你的论线 觉得不清晰的 就是 其实你们想怎么 就是 我觉得其实你们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矛盾位 就是 譬如 你会说 现在的法令 管得了 但是你又说 别人立法他会管不了 那其实你最后是管得了 还是管不了呢 那因为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原先管得的东西 会因为立了一条心法 而突然想不到 而其次 就是 你们说 其他国家的做法 那 我会问的是 你说 其他国家会把他 纳入赌博 条例那样管 那 纳入的过程 不是就是修例吗 但是你们又说 你们不修例 那究竟你们是修例 还是修例呢 那 这个位置 我没有特别扣你们分的 因为我视之为 你们是一个 自己轮船的 就是自己去 防御的一种策略 那对方没有指出 我就没有扣你们分的 但是 你在说服 评判那方面 你就很难说服到 我今天想做些什么的 而且 同时 你们又会 说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换家身受其害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会说 其实你只有30宗而已 那 其实这个问题 又是严重 还是不严重呢 要做事还是不做事呢 那今天 反方你不断去 转移战场的结果 就是每一个战场 我都不太明白你的 目标是上天 虽然 今天 政府没有做到这个责任 去指出你们的矛盾之处 我没有因为这样 而扣你们分 但是你们 在论点建立上面 都会因为这样 而不会很容易得到分 而与此同时 我也很同意 其实在一副先突然间 爆出一个完全新的监管 这一件事 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尤其是当这个论点 其实跟你自己的论点 建立是有冲突的时候 因为 你监管问题 你商品说明条例没有吗? 因为你一样是有的 所以 其实当你的论 我觉得 反方在论线上要处理的问题 是 会不会自相矛盾 今天反方很多事情都出现的一个位置 就是 听到一些rebuttal 为了博 但其实 你们是顺便博自己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 事前准备的时候 是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 其实今天你们的立场和取态是怎样的 尤其是今天文件要不要立一条新法 而你们是原用旧法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 我这条旧法可以做到多少 我这条旧法未来打算怎么做 因为你不打算拿不一条新的 那这些问题 我觉得你们要自己解释了 那你们才可以选择到评判 而去到台上台发文 那也要提醒双方 其实今天 有一条问题 其实我是 比得相对低分的 也值得一点 就是 反方的台上发文 其实那条问题 是真是 其实是顶方问题来的 我就不太听得出 就是我召唤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引入的话 怎样保证虚假基率 那若然今天 政府真的出来跟你说 是不引入 保证不了 其实我都会给他高分 因为他真的完全答了你这条问题 而你们又问得 你们都帮他正确明白这件事的话 那我很难给你高分 那我觉得这条问题上面 尤其是这些可以事前准备的 可能要多留意一点点 这样才不会出现 就是一些可以事前准备做好的东西 但是臨场结果就失了分 那这个是我的评论 好 谢谢朱教练 那又是了 请朱教练查一下Gmail 然后就确认我那个贸易 我说完评论就可以说结果 我根据两位评判 基本上都说了 我认识低一点 我认识低一点 然后你们一说 我查了 都查得七七八八 所以很短 我认识 不明白的 在网络里面 我最近网络里面 大家都准备困难 我不知道 是不是 说真的 如果我说今天 势均力敌打得很精彩 大家都明白 不是 我直接一点 一个学习阶段 大家都学习学 收一些教训 下次做好 会不会整个准备过程 因为不能一起谈 于是脱脱漏漏 甚至可能会不会 开了三次会 就来打比赛 就是自相矛盾的位置 是多的 另外失误是多的 也挺严重的 我会觉得反方 譬如你身份说明 就是自相矛盾的位置 人家说要公开机率 如果当他没有公开机率 你怎么证明他有误道 这些位置都真的要想 跨境很难执法这个位置是好的 但是你要证明难难在哪里 就是你们就变了一两句说话 说了就算了 就是反方的推论上是怎样的 还有最后你们知道 就是说到 你们说用现有条例 那你又解释不到现有条例处理到什么 所以其实你们最后来说一下 你们的立场又出了 都是你情我缘 你肯玩就可以了 代表那个游戏没问题 但是你也明白了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 那些美容、健身 那些都不能拘捕了 这些位置我觉得 反方有提出了一些东西 但是解说 是不圆满的 另外台上的问题 但是我怀疑就是执错卡 问错东西 那是一副的超时 我认为 可能来到的网上 可能来到的比赛都还是要这样的 那你怎样 将卡放在镜头前 起码能够得到 那当然可能我 那个下场我找了有颜色的纸 不知道会不会明显些 可能手指也提得不太清楚 那这些都是 最后再说一件失误的事情 我有时觉得 这场反方的稿 有些奇怪 譬如 截辩都不断说 那个日本校长 课金课到自杀 说了一分钟 这件事反而你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正方说的 为什么反方能说 一分钟一个 因为打机打到课金很严重 我都在想到逻辑是什么 就算是也好 值不值得说一分钟 我会觉得 可能不是很够话 好像硬塞些东西进去 就是撑够四分钟 是吧 当然 正方呢 又都要想 就是譬如 人家抬上条Q 明显地问错东西 我又觉得正方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有 你展现不了那种 你们好像很怀怨 有这么大的 甲鸡脑 于是都是用很正常的方法 去回答 人家明显问错东西 就没有那种 正打蛇除棍想 就是KO对手 就没有了 就像人家打拳 人家都明显地 不知道怎么整个动作都摆错了 你都不敢一拳拨下去 你都仍然是很稳固 那我缩回后面 用我最正常的方法打 这个就是如果 对于正方 今场来说 就是学习的 就是有些位 就是捉到 但是也不算 真是很KO到对手 对不对 这样一点点 好 来啦 就真是公布赛果 那今场赛果呢 好 就是3-0 正方胜出 最佳辩论员 是正方而父 我都一致的 三位评判 一致 正方而父 啊 iz